您好 您好 一米远的距离 对张先生的印象有变化吗 没有 有认认他了 认定他了 也就是说如果他同意的话 对 你觉得下礼拜就可以领证了 这个 看张先生 我怎么感觉到 他不是说他要嫁出去 我感觉到好像他要娶我 让我等待一定是给我最好的 你不好意思看他是吧 没有 你愿意转过去看看他吗 眼神对眼神吗 对 盯着 预备 开始 告诉我为什么会这么感动呢 这个人对你有这么重要吗 虽然张先生经历了很多 可是我第一个感觉挺踏实 和他在一起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 也有点大男的主义 所以你不要把特别的美好的东西 全灌在我身上 我不会哄女孩 不会说特别女孩愿意听的话 这是我的一个毛病 所以我现在单身这么多年 跟这有关系 我用余光看见你的女儿 我会有一个人不是一个人 我会应该看见你的女儿 让我是指寻的 不是女孩 我可以然后被年轻民 最后弹这个人 他会有一个人 所以我会出过 那天 那天 无纠市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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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 她已经做好了 要离开她女儿的准备了 她想告诉女儿 以后你不用再担心我了 我将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她真正内心是 为她女儿来上的门当户队 刚才娜老师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这就是母亲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是无条件地为孩子付出 当孩子长大以后 是生怕给孩子添一点麻烦 当妈的都不想让自己孩子 受一点委屈 我觉得张尊可能负担不起 这位女士的爱和期望 类似于这样的女士 你是无法给她第二次 哪怕一点点伤害 她负担不起 你也负担不起 所以我觉得倒希望张尊先生 这次要认真地思考一下 合适还是不合适 尽管你们都很优秀 她比我年轻十岁 我都不会选她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舞台上 说过自己的幸福吧 看看接下来他们的对话 请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哎 张先生 我只问一个问题 你介意我带个儿子吗 我儿子八岁 那多好啊 我省事了 我就刚才那一个问题 别的没有 我了解他 男士提问 哎呀 实际我没太多的提问了 因为我感觉这个女的挺优秀的 不能说挺优秀 而且是很优秀的 有水滑舌 这男的我不喜欢 我从来没在这种场合上 说过说她是我的菜 但是呢 今天我这说一句话 就是说 她挺是我的菜的 谢谢 我问个问题 是不是这期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会看见你 作为嘉宾从这出来了 80%可能是再也看不到我了 因为有20%呢 可能是在我俩的相处之下呀 也许背不住哪天以后 她不高兴地踹我 我肯定不太踹她的 所以把20%呢 留给我自己 说实话我也不想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间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好 有请两位 他们能不能转身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 跟我一起喊 三 应该们也能牵手 二 您的幸福 您的勇敢 一 我 我 她 在这一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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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 太棒了 太棒了